我們常說抗通膨 那現在當然要去抗這些 原物料價格上漲 怎麼做呢 投資 不管你從油 金屬 或是大農產品 其實近期都漲得很多 是不是就反映在 這些原物料相關的基金 從基礎你就可以看到說 一樣都是能源 問題它變數大 還不如去買什麼 比較綜合性的 全球資源或天然資源 歡迎收看《獨得一才知道》 我是夏英芬 很多人都錯過了 貴金屬上漲的一個行情 最近原物料又蠢蠢欲動了 我們要搭上這一波列車嗎 今天好好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 歡迎一下我們的好朋友 南台科技大學財經系的教授 朱葉忠 朱老師 朱老師好 來 原本姐 全部觀眾大家好 好 最近大家都坐不住了 可可也在漲 就是說巧克力要漲 然後貴重金屬也在漲 金銀銅鐵什麼都在漲 稀有金屬也在漲 石油也在漲 那這一波我們有機會了嗎 真的 原物料真的沉起一段時間了 現在真的有捲土重來的跡象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個 上面這兩個是油 再來是金屬的部分 再來有農產品的部分 你如果看今年以來 你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漲幅 可是框起來藍色的部分 這是七月份的漲幅 不管是油 或者是金屬 或者是農產品 其實短線漲幅非常非常的大 首先當然最關心的 還是從油來看起 哇 這個油價 當然對通跑 尤其是大家都想說 接下來到底還會不會升息 關鍵就是有沒有通跑 那通跑很大關鍵 那當然就是原物料 那原物料重中之重 絕對是油 好 那最近國際油價 不管你是看紐約油價 或者是布蘭德油價都破80塊 這一波低點以紐約油價來說 跌到60出頭 短短沒多久 居然又回到80塊美器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OPEC Plus的影響 OPEC是石油國家輸出組織 那Plus只是跟它友好的國家 包含了墨西哥、俄羅斯 到巴西等等 結果呢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 這些國家他們說 油價之前太低 就我們剛說跌到60幾塊 他們說這會造成我的財政赤字 不行油價一定要想辦法讓它變高 那怎麼變高呢 減產 對最簡單的 只會這一招 供給少一點油價就上去了 因為我少做點事情 把我賺更多錢做生意的 不就是想要這樣子嗎 所以他出來說我要減產 可是其他OPEC Plus國家 其實沒有每個人都同意 好那沙烏地阿拉伯 就說那我自己來 可是這一來不得了 每天減100萬桶 而且本來說到8月 現在又延長到9月 再來俄羅斯也乾淨 他每天也要減50萬桶 他講說俄羅斯不是被制裁 他油不能賣到國際上了嗎 那你就錯了 俄羅斯賣的油根本就沒有少太多 他只是從檯面上變成檯面下 大家都還是持續跟他買油 而且不要以為 美國沒有再跟俄羅斯買油 美國照樣都有買 只是從直接變漸漸 你說印度是產油國嗎 不是 不是嘛 那印度油哪裡來 跟俄羅斯買的嘛 所以我美國跟印度買 所以美國說我沒有跟俄羅斯買 你覺得這OK嗎 大家自己判斷了 有 所以事實上俄羅斯的 油的供給 並沒有跟這個俄羅斯戰爭爆發前差太多 所以他現在要減產 你說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嘛 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他們雖然說我這波不要減產 因為他說原本一天可以生產四百萬 現在存三百萬 我已經少了這麼多 就不要再加我加入了 好 所以歐佩克國家減產是一個大問題 那墨西哥本來沒有要加入這一波的減產 結果他們自己發生油田爆炸 而且爆炸的油田 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蒜油平臺 一口氣一天七十萬桶就沒了 什麼時候可以修復 最快也要好幾個月 所以這又是一個問題 還不只奈吉利亞 他們是港口污染 就是專門做輸出石油的港口 發生污染 所以污染國際照就開始罵你 你不能這樣子造成污染 所以他們也自己減產 這一減產又是每天十幾萬桶不見的 所以你看到這些家一家 對國際原油的市場 大家估計大概在265萬桶左右 一天 260萬桶大家可能沒有概念 大概全世界一天是1億桶 那就是2.65% 你說影響大還是小 有啊 有影響哦 還有一個大家比較少去探討的 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說說明 美國的原油庫存 美國有兩種原油庫存 一個就是一般的商業使用 另外一個叫做戰備出油 所以美國原油庫存到底多還是少 它對油價有影響很大 因為它是動輒好幾億桶 大概六到七億桶的原油庫存 好那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回到 對市場供需 美國原油庫存到底怎麼影響油價 好大家看到這裡面有兩條線 紅色的線是油價 藍色的線是美國的原油庫存 有沒有發現這兩條線怎麼樣 反向關係哦 也就是說我如果原油庫存低下來 油價就會上去 所以也就八月份的第一週 因為它每一週會公佈一次 原本大家都以為可能就少個幾十萬筒 結果沒想到它一口氣 大減了一千五百多萬筒 哇 消息一出來 當天美國紐約油價瞬間就大漲超過一趴 所以這件事情很影響很大嘛 問題是美國它到底原油庫存要增加還是要減少 沒有人事先可以知道 因為譬如說像之前通膨嚴重的時候 美國政府就說我要四處庫存 因為四處表示供給增加 油價會下來對我通膨的減緩有幫助 那時候沙烏地阿拉伯也說 看在你們這個問題這麼嚴重的原因上 我們也同意讓你這麼去做 可是呢 沙烏地阿拉伯當時有跟美國協議說 未來如果通膨下來的時候 你要再把這個庫存補回去 可是事實上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以這個比較長時間的趨勢來說 你看過去的高點大概在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看到現在雖然有比低點再多一點的 可是跟你過去的水準其實有差很多 所以這也是讓沙烏地阿拉伯國家有點不爽的 你當初跟我承諾說你要買回去 沒有 結果呢你現在不但沒有你還在減少庫存 但你減少庫存對沙烏地阿拉伯來說他也開心 因為油價又上去了 可是問題是你到底未來要上要下 那這就是一個變數了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那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原油價格跟汽油價格 岳門姐你覺得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應該有關係 可是說也奇怪 來給大家看到 美國汽油的價格 上面比較淺的這條藍色是去年的油價 因為去年很高點的時候 之後是不是就一路下來了 可是重點是今年以來這條紅色的線 你有沒有發現 不動了 國際油價明明今年之前點很低 後來又漲上去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好幾個月 他大概就是3.5元每加輪 這是美國欸 又不是台灣 台灣可能可能凍漲下 對 尤其你要注意喔 美國的油價是自由市場 不像台灣 你不管去哪個加油站 除非他有做促銷 要不然大家油價是一樣 可是美國可能 不要說隔一個州 隔幾條街 可能油價都不一樣了 而且你看 跟去年的低點比起來 現在其實相對是比較高的 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它跟人工的成本有很大關係 所以雖然跟油價有關係 可是就美國的石油協會 自己的統計 其實他們有一半以上的成本 是跟原油成本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就是美國一個很大的問題 真正的供給啦 好再來 所以我們要看到 比較實際的 裡面有兩條線 藍色的線跟紅色的線 那我們重點就不要管它藍色 重點是看每一條黃色的資料圖 它指的是供給減掉需求 也就是說如果正的就表示供過於求 如果是往下的 代表供不應求 哇天啊 所以你看喔 有沒有發現 基本上現在是供不應求 我們現在有這個比較具體的數字 基本上告訴你 現在的供給其實是有缺口的 所以當你有缺口的時候 基本上油價其實就會往上 對對 而且大家注意這是一個預測圖 它接下來告訴你 短時間這件事情是不會改善的 所以油價短時間 現在可能會下不來 好 那所以這是我們注意到 那接下來我們再談到農產品的問題 好那農產品其實就是兩大因素 我們先看到第一個叫做黑海穀物協議 這是什麼事情呢 黑海大家如果對地理有點概念的話 大概就是在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那邊 那因為呢 這是烏克蘭他們在過去 很重要的農產品輸出的港口 嗯 大家先知道 烏克蘭其實是全世界一個非常重要的 農作物的生產國 它號稱歐洲糧倉 譬如說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數據 它包含了葵花籽、葵花油 然後呢小麥啊 玉米啊等等 它都是全世界前幾大的生產國 可是歐物戰爭一爆發 基本上是不是這些東西就會受到影響 尤其你要出口 然後可是呢 大家想說 哎 糧食的東西你不讓它出口 那對全世界影響太大了 所以那時候呢 在聯合國跟歐盟的協調之下 就簽了這個叫做黑海股物協議 也就是說俄羅斯網開一面 允許你這些農產品還可以輸出 可是這個合約到今年的5月18號到期了 哎 俄羅斯又延了兩個月到7月18號 當然7月18號又到期的時候呢 他現在拒簽了 為什麼 大家如果有在關心兩國戰事的問題的話 因為烏克蘭去炸俄羅斯的本土 那俄羅斯很不爽 所以我拒簽 那拒簽不就再告訴你 烏克蘭的這些原物料又不能出口了 那這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再來就是我們最常說的聖衣現象 農產品靠老天吃飯嘛 所以聖衣現象的話 一大堆國家我們就不贏於紀念了 我們這邊還沒有列到一個 加拿大森林大禍 哇 燒得沒完沒了 對對 加拿大政府已經說我們放棄救火了 就讓它一直燒下去吧 燒到什麼時候 冬天下雪自然把火滅掉 因為它燒的面積已經超過 12萬平方公里 大家可能沒有概念 台灣的面積是3.6萬 所以12萬是三個台灣了 你就知道有多可怕 第一個直接就影響到農產品的生產 第二個又造成溫室氣體 這個影響會有多大 因為它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森林大戶 所以這個問題直接就衝擊到 很多的農產品 尤其喜歡吃巧克力的 會漲價 你看到可可的價格 等等等等 一路在往上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西非國家的可可豆 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 一個當然就是氣候 第二個有疾病 所以導致可可豆的收成不好 所以一路往上漲 你說 好在我不吃巧克力 好 你不吃巧克力 跟你沒關係 沒關係 來 那你要不要穿衣服 我覺得你好像是威脅人家 我是提醒 善意的提醒 你要不要穿衣服 要 要嘛 棉花 也是長 整體看起來沒有 可是我們重點是提醒 最近 不要小看這一波 這也是一層 所以當棉花長上去 接下來衣服要不要漲價 要 要嘛 所以大家要去注意到 再來還有跟我們生活很大相關的就是 金屬 可是我們現在要講的金屬 不是跟你講鐵銅這些東西 講稀有金屬 這稀有金屬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要不要用手機 要 會不會有電動車 會 對 Sweet 裡面有個很重要的金屬叫做 米礦 好 我們看到這一波 很多國家都在管制出口 我們現在看到 印尼早從2020年起 它就禁止 滅的出口 滅在做什麼用 合金 好 再來 今年它開始 銅出口要加稅 嗯 影響夠大了吧 銅你總不會說沒有用處了吧 所有的電線裡面都是同化 好多 對 好 那再來就是 鋰礦 我們剛剛說了 所有的充電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用鋰礦 不能說所有 可是鋰礦主要生產在三個國家 一個叫做智利 一個叫阿根廷 一個叫波利維亞 這三個國家號稱米三角 因為全世界主要的鋰礦都在這裡 所以智利今年做了一個非常霹靂的事情 所有鋰礦收歸國有 智利不是共產極權國家 它居然做這種事情 因為太值錢太重要了 它知道現在大家都要理嘛 全世界體最多都在這裡 所以它就跟另外這兩個鄰國 產量也很多的 波利維亞跟阿根廷 合起來 大家有點就像OPEC一樣 變成一個組織 我們共同來控制鋰礦 所以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更不要說 北中衝突 中國是不是說 我從8月1日起 蝦跟褶這兩種金屬 我也要限制出口了 所以給大家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光去年這些稀有金屬 漲幅就高達將近一倍 我天啊 今年之後還沒有算進去 尤其我們剛剛說的 其他那些你可能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鋰 我想大家都知道 鋰的用途非常大 你看到這個鋰金屬的價格 之前曾經有一波非常的高 後來下來了 但是你看到 現在這一波又慢慢上來 嗯哼 有沒有可能再回到過去那麼高 嗯 沒有人知道 尤其是我們剛剛說的 現在智利政府 他做了這麼P的手段 然後又跟他的幾個鄰國 大家聯合起來要壟斷這個市場 那未來會不會價格 他們說就算 嗯 所以這是大家要去注意到的問題 好 那當然看到這麼多原物料在上漲 大家一定要想辦法 我們常說抗通膨嘛 那現在你當然要去抗這些原物料價格上漲 怎麼做呢 投資嘛 對 你怎麼去投資呢 當然就找跟原物料有關的了 那最直接當然就是去買基金哦 所以跟天然資源有關的基金 天然資源 也是一樣哦 都有漲耶 你如果看近期其實漲的不算多 可是你拉近到近一個月 有沒有發現 是不是就故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不管你從油金屬或是大農產品 其實近期都漲的很多 是不是就反映在這些原物料相關的基金 好 那你多少再仔細去看 那剛剛講那麼多原物料 我們到底要比較偏向什麼呢 從接下來你就可以看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樣都是能源 因為能源也確實漲的最多嘛 可是問題能源就是這樣子 它不是所有單純的工序問題 我們剛剛是講了很多因素 那那些因素有沒有可能改變 尤其是美國的庫存 它有沒有可能一下子說我要增加還是要減少 都有可能 但是這個東西很難去預期 所以也就是說 投資人可能想說 我覺得我要去投資 我能源長這座我就買能源基金嘛 問題它變數大 對 還不如去買什麼 比較綜合性的天然資源 全球資源或天然資源 對 你去分散一下風險 我們剛剛也跟你說了 其他的其實也漲的不少了嘛 所以藉由分散風險 你不要說只看說油 那個真的風險是太大了 好這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再來就是 這兩年大家也流行ETF 我們國內也有幾檔跟原物料有關的ETF 其中元大的石油 跟接口的石油 差別在哪裡 接口他們連結的是布蘭特的油 元大連結的是紐約的油 那再來元大還有黃金 接口還有防豆 其實以前也還有白銀 但是現在因為大家對白銀比較沒有興趣 那尤其是大家很喜歡黃金 但是真的 那投資黃金千萬不要去買實體黃金 因為實體黃金交易成本太高 所以你可以借用ETF 或是黃金的相關的基金等等 都是一個投資方式 那也是一樣 我們看到跡象 近期漲最多的真的還是有 所以基金也好 ETF也好 看你對什麼商品熟悉 你就可以考慮一下這方面的相關投資機會 好 我們謝謝朱葉宗祝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賣相usc 別增 β캔 別增得 翰 v